大家好,我是Den 女团邮车庆古将在明年1月完全体回归 9月24号,根据媒体报道 邮车庆古将以明年1月为目标 准备新活动计划 这是邮车庆古为了2025年1月 出道10周年为粉丝们准备一份意义深重的礼物 这次的活动计划将由于邮车庆古 共同起步和成长的Source Music负责 据了解,邮车庆古成员们与Source Music 在所属公司变更后 依然保持着稳定的良好关系 并一直持续沟通 因此邮车庆古成员们在这次的活动计划 也自然地选择了与Source Music一起合作 而对此,Source Music也对媒体表示 明年1月,邮车庆古将以庆祝出到10周年的活动计划 回到粉丝们身边 成员们希望能为粉丝们带来珍贵的回忆 因此促成了这次项目的实现 希望大家能给予更多期待和支持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是在Source Music? Source Music是有点侦探的 但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你的情谷真的是大度啊 最后那样被对待了还这么大方 Source Music拜托一定要选个好的概念和歌曲啊 在那种情况下 跟Source Music合作确实会比较简单吧 毕竟通常出道的公司会负责叉叉周年的纪念活动 即使和公司之间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会选择这样做 我自己也是一边抱怨公司 一边还是工作感觉差不多的情况吧 因为喜欢小妮友们所以会姻缘的 再给我们开一次名曲派对吧 所以要再幸福明年完全体回归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太高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赏味打破的音乐节目大纪录 拿下最多一位的男团 旁摊叉将胆 共162次 拿下最多一位的女团 TWICE 共113次 拿下最多一位的男团歌曲 旁摊叉将胆 Dynamite 共32次 拿下最多一位的女团歌曲 Apink Love 共17次 最高龄一位歌手 朱永皮 当时满63岁 最年幼一位歌手 强王妞 Igion Labian Luz 当时满14岁 TWICE Girls Never Die 当时满14岁 出道后最长时间才拿下一位的男团 New East Fitbit 2611日 出道后最长时间才拿下一位的女团 Dream Ketchup Major 1924日 出道后最长时间才拿下一位的歌手 云中心春丽 9925日 出道后最短时间拿下一位的男团 Winor Kung Hohe 四天 出道后最短时间拿下一位的女团 BBG Pop Pop 七天 Ivo Eleven 七天 出道曲最多一位的男团 Winor One Energy 共15次 出道曲最多一位的女团 Ivo Eleven 共13次 音乐节目最高收视率男歌手 GD Heartbreak 17.35% 音乐节目最高收视率女歌手 新年视频 17.2%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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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